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农场里 鸭子冒出了一个疯狂的主意 我打赌 我会骑车 他一摇一摆地走到男孩停着的自行车旁 爬上去 骑了起来 开始他骑得很慢 而且左摇右晃 但是很好玩 鸭子骑过母牛身旁 冲母牛招了招手 你好 母牛 鸭子说 母牛应了一声 可他心里想 一只鸭子在骑车 这可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事 鸭子骑过绵羊身边 你好 绵羊 鸭子说 绵羊应了一声 可他心里想 要是不小心 他会受伤的 现在 鸭子骑得好多了 他骑过狗的身边 你好呀 狗 鸭子说 狗应了一声 可他心里想 这可是真功夫呀 鸭子骑过猫身边 你好呀 猫 鸭子说 喵 猫鸭子顿时 Marshall voice 猫 猫应了一声 咖啥嘅 猫应了一声 可他心里想 较急ore 他骑过马身边 你好呀 马 鸭子说 马应了一声 可他心里想 呵呵 你还是没有我快 鸭子 鸭子一边按铃,一边朝母鸡骑过去 你好,母鸡,鸭子说 母鸡应了一声,可他心里想 你看这点路呀,鸭子 鸭子骑过山羊身边 你好,山羊 鸭子说 山羊应了一声,可他心里想 我想吃那辆车子 鸭子单脚站在车座上,骑过猪和猪身边 你好,猪 鸭子说 猪和猪应了一声,可他心里想 鸭子真爱出风头 鸭子撒开车把,骑过老鼠身边 你好,老鼠 鸭子说 老鼠应了一声,可他心里想 我真想像鸭子那样骑车 忽然,一大群孩子骑着自行车冲下路来 他们骑得特别快,谁也没有看到鸭子 他们把车停到门前,就进屋去了 现在,所有的动物都有自行车骑了 他们在骨仓旁边的空地上骑来骑去 真好玩 他们一口同声地说 鸭子,你的主意真棒 他把自行车放回屋旁 没有人知道,那天下午 曾经有一头母牛 一只绵羊,一只狗,一只猫,一匹马,一只母鸡,一只山羊,两头猪,一只老鼠和一只鸭子骑过自行车 好了,小朋友们,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晚安